中國通海金融呈軒 智庫通國際金融視野 是由中國通海金融 贊助播出 回到下午時段的智庫通 又是我英王嘉欣和大家主持節目 和之前一樣逢星期一和星期四 下午1點鐘都會有王冠一教授 和我們拆解國際上的政治經濟育勢 讓大家做好部署的準備 立即進入國際金融視野這個環節 歡迎收看中國通海金融呈軒 智庫通國際金融視野 請出我們今天的嘉賓 王冠一教授王Sir 王Sir你好 李有盈 一齊也看看今集的焦點話題 第一節我們會說一下 美國向華為施壓 但是效果現在是否可能會差一些 人民幣會不會長期徘徊在低位 第二節會說一下 德國即將公佈數據 會不會令到歐洲央行9月有可能出手 最後我們會說一下通價和油價的表現 立即和王Sir聊天 又要說一下美國方面 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好像又變臉了 又說不和華為做生意 直到要達成貿易協議才會改變 還說9月的貿談又要先看看 好像又想玩回以前的伎倆 向華為先 但是你又覺得華為現在好像開始部署得好些 公佈了就是一個叫做鴻蒙的系統 如果被人禁止用這個Android系統的時候 可以立即換成這個新系統 但是你又覺得這一招現在會不會弱些 你又說我一早就說了 2019一字記之日是亂 你說是不是很亂 就算是訊息也很亂 有些訊息也很矛盾 令到無所釋從的 首先我們說說特朗普上個星期 他按這個2019的授權法案 禁止聯邦政府的資金 去買五間公司 包括華為、中興 海康威視、大華 還有海能達 這五間電訊公司 他們的電訊服務 還有視頻的監控設備 這些就是聯邦政府的錢 就不可以用這些 你問一間的錢 你又不知怎樣 現在最麻煩的一件事 就是說很多美國做芯片的企業 如果你不把芯片賣給中國 或者賣給華為 都不知那些生意怎樣做 真的很慘 好了 他這一個2019的授權法案 生效日期就是13日 就是明天 但是他又說 有60日的所謂的收集意見的期 你有什麼意見 就可以配給我們 看看是否最終 不准用這些錢去跟他們買東西 另外美國的承包商 他們有兩年的豁免期 兩年豁免期之後又說 如果明年8月還是用華為的話 全部都要列入禁制的名單 你有兩年的豁免期 你有明年8月的禁制名單 究竟那些承包商怎樣做好呢 真的有少許戀龍 還有一件事必須留意 就是商務部 他們早前又說禁制華為 有九十日的寬難期 那九十日的寬難期 那九十日的寬難期 就到了 八月十九日就到期了 很快 那是否告訴別人 喂 八月十九日之後 他們跟華為的 即是跟Google的合作 就這樣才拜拜 就是終止 似乎就是 因為Google 美國公司 也不敢為特朗普 為他的議員 所以現在也有很多 美國議員都在說Google 你跟華為太親密了 是吧 沒辦法大家電信公司 不親密 難道他去跟地產佬去親密嗎 是吧 好了 華為自己推出 上個星期五 就有個發佈會 已經推出 你剛才所說的 Harmony 即是 鴻蒙 鴻蒙 鴻蒙0.1 這個 明年推1.0 明年推2.0 即是告訴你 不是一次過的 明年又會升級 一路一路去的 是吧 在這個時候 他也同一時間 在法院告美國政府違憲 你作為一個政府 你怎樣可以大力去封殺一個民企 才行 然後他又說 沒有辦法 如果你封殺我 我沒有辦法去 確保美國的電信網 受到保護 如果是這樣 既然他推出到這個 鴻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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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鴻蒙 鴻蒙 鴻蒙 他應該是有自有把握的 不過 真的要自求多福 那些五隻眼那些 就不能去辣他 起碼 起碼 中國大陸很多人用他 巴西 連這個日本都跟他買回手機 我想他那個 他那個前景應該都是好的 就算他不能用Android 他跳去鴻蒙 我相信問題都不是很大的 第一 就多人用 第二 他便宜 你三倍快 他5G 你一段時間都追不到他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不用怕的 始終那個市場佔有率來說 都是比較大 越來越大 又便宜、漂亮、正的東西 每個人都喜歡 沒錯 所以都見到 越來越多人用華為的機 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說到中美 就一定要看看人民幣 因為見到 上個星期 人民幣就破了七 都成為市場的焦點 但現在都好像是保持著 美國那邊就說 中國是匯率操控國 但是IMF剛剛都發了一個報告 評估的結果就是 說人行幾乎沒有進行這個干預 你又覺得 即是 中國現在都說了不少東西 很多官員 或者是相關的委員都出來說 人民幣都應該跌到差不多 都不會繼續跌下去 你又覺得人民幣的走勢是怎樣 長期來說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那些互聯網出來 社交媒體出來 我經常都說 搞到人真的傻了 人說你就相信 你沒有了自己的分析能力 好了 你說特朗普去Twitter也好 叫財長去指示他去 說你是匯率操控國也好 那你都要經過一個程序 我上次都說過 還有 是不是有人說你是 有一個結論 說你是匯率操控國呢 其實根本現在是三毛操控國 什麼叫做三毛呢 第一 IMF說你沒有干預 他有報告出來說你沒有 那IMF那個中國部 那個James Daniel 沒有了 沒有了這樣的事 那你G7 G7 也沒有離頭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什麼匯率操控國 沒有了 人家問他的傳媒 他是否匯率操控國 我們沒有了 我們都沒有了奉告 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一件事 前財長薩密斯 Larry Summers 他亦都說 我們都看不到有證據 中國是一個匯率操控國 他是財長 他有這樣的說話 IMF的前經濟師 Morris Opsfield 他亦都是這樣說 IMF有這樣說 前財長有這樣說 人家是要財政部去調查 你是不是一個匯率操控國 是不是你用Twitter說不是 不是你說是 是的 所以現在真的亂農 你說人民幣會不會捐了下去 或者跌到很深 我又不覺得 第一就是 你美國最終 大家都要減息 美國最終 你都是要去干預自己的美元 你才會操縱國 第二就是 你一帶一路的時候 如果你的匯率太低 或者貶值 你可能可以制裁 或者其他問題 第三 你行國際化 你又要做這個儲備貨幣 怎麼下跌 所以在7.09 7.1這些都是買得過的 就是人民幣 大家繼續留意著 休息一會 我們先講告回來 繼續跟王Sir再談 回到至虎通國際金融視野的時間 你看到外圍方面 歐洲那邊都公佈了一些數據 英國方面上星期公佈了第二季的GDP 都是一般的 德國今個星期二也會公佈第二季的GDP的初值 現在市場市場 普遍就預計 按下跌百分之零點一 你又覺得 德國始終都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 如果數出來都是不一般的 都可能是又萎縮的話 會不會逼到歐洲央行 九月可能出手的機會會大些 歐洲九月出手當然了 因為現在在美國未出手之前 我們先出手 全世界都出手 我們不出手 用不如虧章 重章先行 大家一起出手 先講德國 德國真是低低低低低 什麼叫低呢 我相信 這個星期出來的GDP會負0.1 你剛才都說過 應該是1,0007,000人 其實6月仍是有增長的 歐元區又會出 這個星期應該會增長0.2 這個星期 歐洲都有些英國 例如零售、CPI 都是出來的 你為什麼投放低呢 你看這個德國上 我們早前都講過 他財源有萬多人 萬八人 其實已經釋出一個 就是有萬八人 你的零售銷售 或者那些 怎么办呢 第一个低是6月的工业产出 就是10年低的 第二个低是manufacturing 就是制造业的PMI 就是7年低的 商业情绪是4年低的 建筑环节 数据出来是9个月低的 还有 招聘是6年低的 裁员是有些大公司实财的 比如BASF 拜议 全部裁员 有些僱主就会少些工 就是给少些人工出去 就惨了 你说ECB9月减不减 一定减的 但是他没有利率可减 就给了负利率 负利率唯有走回头 我叫死人寻咎路 就是走回头 走回头去买资产 又买回QE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最惨就是做主速那些 又没有息 银行又没得做 最终不要靠ECB 因为我说到 科币政策已经全盘失败 你看到欧洲也好 日本也好 美国也好 全盘失败 或者行财政政策 就是行财政政策 看看他怎样可以减税 做多些基建 这样才有足够的 否则全年 GDP德国 连意大利都不及 法国也不及 西班牙 即是二个三个四个都比他坏 那你怎样做大佬 你不如不要做大佬 很难做的 很难做 大佬很难做的 大佬不容易做 现在我们都常说到 现在的钱不断跌 全世界都不断跌的时候 可不可以看看虚拟货币呢 因为有些外媒有报道 看到比特币已经成为全球 第十一大的货币 如果就这个市场价值来说 比特币现在已经是超过巴西 加拿大 墨西哥 澳洲等等 这些国家的本国的货币 但是当比特币的市值翻倍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超过 现在市场上流通的 印度奴比的总价值 那你又觉得 那些钱不断跌 会不会反而买一下 或者是看看比特币好过呢 我不知道坊间那些分析员 怎样说 你比特币 你说货币是哪个国家的货币 是不是 为什么你说比特币 是全球第十一大的货币 哪个国家是比特国 我不知道比特国在哪 你不如告诉我 比特国在哪 你不如说 比特币的总市值 是超越了什么 是全球第十一大的市值的货币 它当然大了 现在两千几亿 两千几亿 是吧 它那个市值大过波音 大过百市 大过花旗银行 大过麦当劳 大过Netflix 大过Nike 当然大了 它是一种商品 它是股票 你当它股票也可以 当它商品也可以 但它不是一个货币 那些人拿比特币 和黄金去对比 大哥怎么跟黄金比 黄金的市值 现在总共在市场上 八万亿美金 你真是小毛见大毛 你银都比不起 银都一万亿了 所以我常常说 那些人都不知道 说什么 它那个货币 比特币不是币 是吧 即是Softbank不是Bank 是吧 大哥 你不要搞错 如果你真是货币 我想美国佬 第一个追杀你 你想想日本 1985年的广场协议追杀你 欧洲 2011年的欧债危机 追杀你 现在人民币追杀你 比特币走出来 我想挑战美国的地位 我想你死就快点 所以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就认为 即是比特币 不可以取代了任何什么货币 第一 它的波动很大的 因为它的波动 即是7月份的波动 有接近5%的波幅 那你黄金也是不够1%的波幅 第二它是没有息 黄金也是没有息 那它唯一的好处 可能不用给仓租 不用给仓租 第三它真的是一个威胁 它对现在的货币的威胁 我都说了 究竟你是一个安全 还是一个货币 你肯定不是货币 你不要千万叫自己去货币 它现在是12000多 上个月都是9000多 我觉得有兴趣 就卖一下没卖一点 否则就不要管 是不是 始终是虚拟的东西 虚拟 好 休息一会 下一节再和王Sir继续谈 交易时段专家作证 一同研究金股汇部署 深入钱出 轻松掌握入市策略 智库通同港股交易时段内播出 好 回到国际金融视野的时间 又继续和王Sir谈谈 这一节不如我们谈谈铜价方面 好 平时比较少 但其实都看到铜 亦是反映经济的寒暑表 又有经济博士之称 其实最近中美贸易战 好像令到铜价一直跌下来 其实是否都反映了 忧虑是环球的经济 好像有些衰退的趋势 那这节不讲金了 是呀 讲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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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云铜也好 排第三位都是铜 不要说铁 铁我真的不太会说 你刚刚说 铜有一个名词叫做 Doctor economy 即是经济的博士 其实铜的需求 等于反映了整个全球 或者环球的经济浮沉 因为铜的用途都挺广的 例如制造业 那些消费类的产品 包括电脑 医疗 化工 甚至无造车 飞机 都会用铜 铜 铜 这段时间 铁得很厉害 上周五收了两个毛九 最低见过两个毛三 其实两个毛三是一个很大的位 这两个毛三是什么呢 2017年6月的低位 大家要看看同一个历史 历史的走势 2011年是很高的 四个半 到2015年 2元 你想想 这些企业 因为不见到一大半 你怎么解释 如果你说 OK 我不止是 我拿着他 真的输了整套身家 都有份 但是你又不要说 2015年 我斩了头 然后2016年 2016年 Donald Trump 上去 3.25 又上了50% 由2号计 到3.25 又是5.6成 你由4.5跌下去 2元又是6.7成 对不对 所以是很恐怖 你炒公司 不是什么都可以炒 不是个个可以炒 你心血少一点 你真的很大 Donald Trump 做总统 上去三幕遥报 以为有运行 谁知道原来不是 一路有点 因为他有中美败运战 又这种搞到全世界 又继续减息 你都知道 我经常都说 减息不是好事 加息才是好事 不就是减息 生意不好 经济不好 所以同一路跌下来 不过大家就要看着铜的位置 两个半就不能穿 如果穿得很大 分钟跌下来 2015年的2元 真麻烦 如果你是炒铜的 也有20-30%赚 是吧 是吧 好收手 或者多些 是啊 其实整个经济不好 除了铜之外 很多区域都受到影响 是 油之前都说跌的 继续下跌的 好像 但现在有传说 沙特阿拉伯下个月开始 日军原油的出口量 将会减少到70万桶 其实都是为了避免 令到油价持续下跌下去 你又觉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油价是否应该跌低一点 油呢 其实我经常都说 油很政治化的 你自从美国有个叶岩油出来 美国经常都想 拿到油的华视权 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的 最大的产出国 油来说 他一天一千二百万桶 大过俄罗斯和沙特 他以前1971年 尼克逊就冲过去和沙特那边谈 和OPEC那边谈 我根本位 我不走根本位了 不如 美元和你石油挂钩 变成PETRODollar 现在他自己都是PETRO 那什么挂钩呢 现在很多人都在去美元化 既然有油 你不用挂钩 你不知道挂什么 挂着我好过 所以现在 他就想减产 或者每天就减少 产出大约70万桶 这个是否稍后才知道 但问题就是 IEA下降了 今年和明年 全球的需求 今年下降了10万桶 每天 去到110万桶 就是每天的增幅 我来说 因为经济一直上升 那些石油的需求一直在增幅 但是现在他将它下降了10万桶 2020年 他只有130万桶 但是已经下降了5万桶 如果从这个去看 似乎 这个全球的经济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铜 已经反映了经济不是那么好 其实有 也是反映了经济不是那么好 我自己就认为 我自己就认为 应该是 油应该逢高沽才对 如果我 大家看看这个沙特那里 是不是减70万桶 或者是多少 如果真的出来减70万桶 那时候可能有一个 那时候 那时候 不过 美国佬就常常在油那里做手脚 是吧 又用来牵制俄罗斯 又用来牵制沙特 又可能用来牵制中国 所以 大家必须要看住 油的走势 但是看来 就不像是好的 是的 始终都要看看 情况 好了 说了这么多外围的分析 到底投资者有些什么是可以部署呢 立刻进入一分钟前瞻 来到了一分钟前瞻的晚节 那王sir 大家最期待就是这一节 有什么贴士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有 那说起油 不说油 是吧 那就是 我觉得油 上个礼拜五 因为全沙特那边有机会 或者OPEC那边有机会减产 所以 就去到50.05 就是 飙升到54个多 54个多 又好像 那个阻力相当之大 现在 大家要做 就是油 上个礼拜收54个2号2 但是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54个3号多 如果短炒的话 今天 如果穿54元 如果穿54元 就应该是沽它的 即是短炒 如果你比较长线少少 中线少少 大家都是 偷这个好便宜 如果有减产 推上去 一些时候 54.5 或者捏55元 沽它 很大的阻力 是56.4 下面 又看回 51元到50.05 15.05 15.05 上个礼拜 守得挺英俊 即是守住 守得挺英俊 所以戴上54个盘 大家都是留意一下 好吗 大家看着 各位 今天 麻烦了王sir 这么详细的分析 知物时间又到了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